中超严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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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超笑话的人 在裁判掏出红牌的一瞬间 河北华夏幸福队员将去 彭泽市一脸蒙圈 他似乎很不能理解 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裁判还有权力掏红牌吗 小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裁判不光有权掏红牌 只要他有正当的理由 还有权把你们全队都给拔下去 球女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 每场比赛结束后 裁判需要到技术台去签个字 为自己整场的判罚留个存根 万一事后被查出发生误判也好负责任 或者有球队不满判罚提出上诉 足协也可以根据签字直接找到当值的裁判员 只要裁判没有签字 这场比赛就不算是正式结束 哪怕时间已经走完 骂您还是有权利做出任何合理的判法 张成栋可能不太明白这一点 所以才出现了这种十分业余的行为 说到这小编想举一个正面的例子 内玛尔曾经也不满裁判的判刮尺度 但他却是在球员通刀等着找裁判理论的 这样一来就避免了被出牌的风险 不过当时队友马赛洛还是赶紧上去拉开了内玛尔 为什么呢 因为球员质疑裁判本来就是不符合规定的行为 此时就算裁判治不了你 事后国际足连还是可以对你追加处罚的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球员千万不可以的裁判不尽 更别说是用专话侮辱骂骂裁判了 小编辑的恒大外员塔利斯卡刚刚加猫的时候 曾经请教过很多巴西老乡 在中抄踢球要注意什么 所有人的回答中都有这样一点 千万不可以的裁判不尽 这么浅显的道理 连人家巴西外人都懂 难道张成洞一个本土球员会不知道吗